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机8月27日上午 知名网络作家唐家三少在微博宣布自己的小说《斗罗大陆》将拍成真人电视剧 且于今年12月开机电视剧《玄角》目前尚未公布 《斗罗大陆》是唐家三少所著的一部穿越玄幻类型的网络小说 讲述了唐门外门弟子唐三到斗罗大陆 在这片《武魂的世界》赞助唐门的辉煌的故事 主要角色有唐三 小五 在《斗罗大陆》的8月27日上午 由网络爆料趁《斗罗大陆》改编的电视剧剧本已出 并大赞 其虽然为了适应电视剧改编了不少 但是保留了原书的精髓 许晴加盟新剧《文烟》 张国立寒庚演父子寒庚 张国立 许晴江宇 入恋室 导演龙贤阳二郎 合作拍摄的领《文烟》 预计9月初开机 《文烟》是作家新有的短篇小说集 收录了包括文烟 谎言识别器在内的16个短篇故事 初期围绕富于子血浓于水的亲情 张国立此次饰演韩庚的父亲一角 许晴的角色尚不明确 刘伟强导演新片《武林怪兽》 今日宣布订当圣诞 刘伟强导演新片《武林怪兽》 今日宣布订当圣诞 成为2018年圣诞当喜剧观影首选 片方同时公布了一组角色海报 重型分别置身如尾之中 造型颇具喜感 新进金像影帝古天乐和金马影后周冬宇 颠覆观众武侠想象 人气偶像陈学东 郭碧亭首次挑战古装电影 造型亮眼 还告中怪兽尚未现身 但其震慑感十足 众人或惊恐或战役蓬勃的神态 似遭遇最强威胁 与我可不是好惹的反差强烈 本回来了首铺预告 罗伯茨克齐斯多年重聚 北京时间8月27日消息 如卡斯赫契斯 朱利亚罗伯茨主演新片 本回来了首铺预告 本回来了 故事发生在24小时之内 男主角Ben Burns 富有魅力 但又烦恼缠身 某个灾难性的圣诞节前夕 他回到了毫不知情的家里 母亲Holly Burns 小心谨慎 但热烈欢迎了他深爱的儿子 但随后发现 他依旧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在这可能改变 他们一生的24小时之内 母亲要竭尽所能 避免家庭分崩离析 B&主编韩英南编辑 书籍叫对例子 B&主编